朝鲜半岛的战争结束之后,韩国的悲惨命运依旧在持续。 李承邦政府坚持先统一再建设,不同一不建设的原则,一心想武力北京统一,对经济放任不管。 而韩国底子薄,美国的援助也不给力,韩国经济发展十分缓慢。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,韩国经济急剧恶化,经济问题引发政治问题,社会处于极度混乱状态,李承邦因此下台,副总统张勉上位。 面对动荡的局面,张勉坚持保障国民的最大自由权限,结果动荡越演越烈,政府已无力控制局势。 关键时刻,军方出手了。 1961年5月16日凌晨,朴正熙率领六千余名赶死队渡过汉江桥,开进汉城市区,控制了政府、国会和广播电台,向全国宣告军事政变成功。 朴正熙军政府行程,通过军事政变可以掌握政权,稳定秩序,但如果不能解决民众最关心的问题,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,军政府又能挺多久呢? 当时的韩国是一个烂摊子。 以1960年为例,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1亿美元,人均国民收入73美元,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。 大量企业倒闭,数百万人失业,农民挣扎在饥饿线上,人们饱受通货膨胀的折磨。 显然,不解决经济和民生问题,一切都无从谈起。 政变后,朴正熙曾向韩国民众明确表态,516军事革命的关键因素是要实现韩国的工业革命。 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实现民族复兴,因此革命也设想进行政治、社会和文化改革。 而我主要关心的是经济革命。 此后,在朴正熙的主导下,韩国开始集中权力重建自主经济,并于次年启动了经济开发五年计划。 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搞经济建设,不是凭热情和理想就可以的,稳定的政治环境,巨额的资金投入,科学的规划指导都是不可或缺的条件。 对当时的韩国而言,规划和国内政治环境都好说,但国际安保环境和资金必须仰仗美国。 韩国几乎50%的国家预算都需要美国援助,北边大军压境也只有驻韩美军才能抵挡。 在这种情况下,必须与美国搞好关系,获得美国在国家安全和资金方面的支持。 1961年11月,朴正希访问美国,向美国总统肯尼迪阐述了经济开发计划和民政一让计划。 他还主动提出可以出兵越南,帮助美国减轻压力,如果觉得派正式军队不妥,韩国可以征召支援军。 肯尼迪承诺美国会继续会援助韩国,对于韩国出兵越南这事,肯尼迪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,表示有需要再联系。 朴正希主动请英出兵越南,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。 一是巩固美韩联盟,使军政府获得美国的认可和支持。 二是帮美国分担压力,从而阻止美国削减和撤出驻韩美军,获得更大的安全保证。 三是获得美元武器,提升韩国军队的战斗力。 至于经济方面的原因,此时还不至于。 因为1964年,韩国外长李东元向朴正希提出可以利用出兵越南赚钱的时候,朴正希还很纠结,觉得在美国有难的时候还搞他的钱有点不地道。 只是后来真相定律发生了效力,美国心甘情愿掏钱,韩国大把大把赚钱。 经济原因反倒成了韩国出兵越南的最主要原因。 1961年,美国刚开始派遣特种部队和军事顾问进入越南进行特种作战,还不需要韩国帮忙。 但到了1964年,越南形势恶化,北越整军备战,准备派遣正规军南下作战,南越政府内忧外患,混乱不堪毫无战力,美国特种作战全面失败,计划大规模轰炸北越。 此时,美国想起了当年韩国愿意出兵越南的提议。 美国卷入越南战争,其国内民众不是很支持,为了应付舆论压力,增加出兵的正义性,约翰逊政府想通过邀请盟国参战,使战争国际化。 1964年5月9日,美国总统约翰逊给25个自由友邦国家发送了考虑志愿南越方案的邀请书韩, 希望让更多自由世界国家的旗帜在越南飘扬。 但是,这些盟友很不上道,要么拒绝,要么敷衍,只有韩国最积极,争作美国铁杆同盟。 朴正熙收到美国的邀请函后,立即只是内阁考察出兵越南,之后政府列出出兵预算,组织出兵部队。 做好一切准备后,南越政府递交请求韩国出兵的正式外交书韩。 7月31日,韩国国会批准通过,出兵越南合理合法。 当然,出兵理由肯定不能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,得说得高大上一点。 韩国出兵越南是对友邦承担道义责任, 是对美国和其他自由世界国家当年支持韩国的投桃暴力,是拯救落水朋友的人之常情。 韩国国会批准出兵越南后仅两天,北部湾事件爆发。 8月7日,美国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案,授权总统在东南亚使用武装力量。 自此,美国直接介入越南战争。 9月22日,韩国派出第一批流动外科医院和跆拳道教官团抵达南越西贡, 正式拉开了韩国向越南派兵的序幕。 从1964年到1967年,韩国共向越南派出了五批大规模部队。 其中,第一、二次派兵发生在1964年至1965年,以医疗和特种兵为主,兵力2128人。 第三次发生在1965年,派出的部队包括首都师、海军陆战队第二旅等,兵力18904人。 第四次发生在1966年,派出的部队包括第九师、首都师第26团等,兵力23965人。 第五次发生在1967年,主要是补充兵力,包括一个海军陆战队大队和支援部队,兵力2963人。 根据韩国国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,1965年至1973年间,韩国曾向越南派遣五批部队, 共计312853人次。 韩国在越部队常年保持在五万人左右,人数仅次于美军,畏惧第二。 战争中,韩国士兵战死4624人,负伤17000余人,失踪三人,没有战俘。 不论在什么地方,人情都是一种债,是债就得还。 韩国在向越南派出第一支部队时,很爽快,也没向美国提什么条件。 此后,随着越南战争持续升级,美军需要韩国提供更多的政治声援和军事支援。 韩国觉得体现自己价值的时候来了,不做地起价都对不起自己。 早在1964年10月,韩国刚出兵越南时,韩国外长李东元就对朴征熙说过, 越南既是战场,又是失场,利用这个机会,韩国可以通过参战,从美国和越南市场得到实力。 此后,随着美国驻韩大使布朗不断游水韩国出兵越南,李东元明确告诉布朗, 如果美国不能给予能够让我国国民点头接受的实力保障的话,我们就不能把战斗兵力派出去。 一句话,要出兵可以,得给点好处费。 布朗无权就此事表态,李东元只得和有权的人谈。 1965年3月,李东元访问美国时,对约翰逊坦诚,韩国非常贫困,希望通过参战搞点好处。 当年日本通过朝鲜半岛的战争实现了经济复兴,现在韩国也想把越南战争当成发展经济的机会。 美国在越南花了那么多钱,如果将其中一部分支援给韩国,对韩国的经济发展会有很大帮助。 当时,韩国的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已经全面铺开,各方面如火如土,对资金、外汇、技术、市场如鸡似渴。 为了搞钱,朴正熙顶着巨大压力坚持与日本建交。 为了搞钱,韩国将劳动力组织起来,送往西德做劳工。 如果能利用越南战争,从美国那里搞到美元,那就太美了。 韩国有六十几万正规军,但国防主要还得靠美军,几十万人闲着也是闲着。 还不如干点事,为国家换点实际利益,就当是雇佣军了。 对于李东元的要求,约翰逊原则上表示同意,美国不怕花钱,就怕死人。 既然是花钱,花在哪儿不是花你。 韩国人为了挣钱不怕苦,不要命,那就让他们挣吧。 1965年5月,为了实现韩美关系正常化以及协商出兵越南问题,朴正熙第二次访问美国,约翰逊要求韩国再派一个诗支援南越。 朴正熙表示,他本人同意出兵,但需要国会批准,之后提出了一系列条件。 意思很明显,条件满足了,国会才能同意,满足不了,我也没办法。 这些条件一共14条,内容包括,北朝鲜入侵时,美国要及时坚决保卫韩国,促进韩日关系正常化,支持韩国军队现代化升级,承担赴约韩军一切费用,追加对韩国的经济援助,提供1.5亿美元的发展贷款,扩大韩国产品对美出口,为韩国人在越南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,给韩国平民提供救济物资等等。 经过两个多月的讨价还价,美国最后几乎答应了韩国提出的所有要求,但是韩国国会里的反对派仍然反对韩国向越南派兵,并已退出国会威胁抗议。 朴正希才不管这些呢,强力推动派兵决议通过。 这便是韩国第三次派兵的背景。 长道甜头的朴正希已发不可收拾,只要美国在出兵问题上有求于韩国,韩国都会索要好处。 1965年年底,美国又要求韩国派一个诗和一个旅,韩国又提出了16项条件。 为了防止美国抵赖,韩国还要求把协议事项、公文化,最后双方签订了备忘录。 备忘录内容包括,为韩国军队提供各种先进装备,帮助韩国扩充军工企业,扩大对韩国的技术援助范围。 派驻越南的韩国部队,美军以及南越部队所需的后勤物资,尽可能从韩国订购,美国援减越南的救灾和后勤物资,尽可能从韩国订购,美国在越南的工程,要照顾韩国承包商和韩国工人,再追加1亿美元的国际开发贷款等等。 一个拼命努力的人,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,获得了大佬的帮助,想不发达都难。 同理,当韩国勒紧裤腰带搞经济大开发时,抓住越战的机会,获得了美国援助,为经济腾飞和现代化建设插上了翅膀。 对韩国而言,出兵越南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。 政治上,美国对朴正熙政府好感度上升,美韩联盟更加牢固,韩国死死和美国绑在一起,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安全保证。 在美国的支持下,韩国和死敌日本关系,取得了突破性进展,韩日建交,韩国获得了日本在资金、技术、市场等方面的支持。 军事上,韩国军队在越南战场轮番历练,获得了宝贵的实战经验。 另外,跟着顶级装备玩家一起玩,自己的装备肯定也差不到哪去。 此前,韩国每年国家预算的将近30%都投入了国防,但这些钱只够发工资和日常开支,军事装备没钱更新。 现在韩军要上战场为美国流血,美国发津贴,给装备不过分吧。 而且,为了提升韩国的国防能力,支援一点军工技术也很合理吧。 从1965年,韩国大规模派兵越南,到1971年,驻韩美军一个师撤离。 美国曾三次大规模支援韩国现代化军事装备。 仅1971年,美国就支援了2.145亿美元,用于韩国军队采购军事装备。 其间,美国为韩国17个陆军师和一个海军师的装备现代化,三个乡土预备师的正规化,国防产业技术转让,提供了支援和帮助。 韩国军事现代化初见成效。 朝鲜半岛战争期间,以及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,韩国军队都只有被北边军队碾压的份。 但是,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军事现代的推进,到1968年,韩国的军事实力超过了北边。 此后,双方差距越来越大。 1969年,北边特工突袭青霸台事件以及普维部落事件后,美国向韩国提供了18架F4D幽灵轰战机,韩国空军也追上了北边。 参加越南战争,对韩国而言,最大的好处还在于经济方面。 前面说过,朴正熙接手的时候,韩国是个烂摊子,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经济濒临崩溃。 虽然朴正熙政府启动了经济开发五年计划,大力发展出口性轻工业,但其经济开发计划一直饱受缺钱的困扰。 别人家的战争是抑制自己经济病的良药。 越南战争打响后,越南从临成了韩国绝金宝地,对美出口增加,外国贷款引进,军员仪管中职等带来的经济好处就不说了。 单说战争直接带动经济利益,几十万人的后勤物资采购,让韩国获得了大量军需订单,工厂加班加点,既解决了就业,增加了税收,还赚了大笔外汇。 其间,日本还想抢生意,比如希望通过美国向驻越韩军提供战斗服、口粮等,但被驻越韩军坚决拒绝,他们坚持要求用韩国产品。 据统计,从1966年到1972年,韩国通过越南特需挣了8亿美元的外汇。 战场是个大市场,军队打仗,非战斗部队辅助,劳工和技术人员提供服务,每一项都是钱,都是美元,这些钱源源不断地从南越汇往韩国,又形成了一笔笔外汇。 韩国电影《国际市场》中,主人公德秀就在西德挖过矿,在越南打过工。 越战期间,大量韩国企业和劳务人员涌入南越,为美军提供各种服务,比如修建港口、机场、营房、道路、桥梁、运输、装卸等等。 这一系列的劳务输出,既解决了富裕劳动力,赚了大把美金,还为韩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 后来大名鼎鼎的现代,大宇、韩晋、三幻、大林等企业,当年都在越南讨过金。 比如韩晋集团为美军跑了五年运输,就挣了1.5亿美元。 这些企业通过在越南练手,积累了巨额资本,练就了优质的服务和过人的胆识,后来转战中东,走向世界。 在出兵越南的十年里,韩国经济每年增长率保持在10%左右,居世界首位。 通过出兵越南,韩国获得了种种经济上的好处,为两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注入了大量资金,初步实现了富国强兵的梦想。 此后,韩国利用前两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奠定的基础,向重工业化迈进,一路狂飙,终于在1988年成为了准发达国家。 1969年,尼克松推行越南战争越南化的政策,美国开始从越南战争的泥潭抽身,之后超过54万名美军陆续从越南撤兵。 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泰国等国家也随之撤兵。 韩国军队撤得比较迟缓,从1971年年底撤出第一批部队,到1973年3月最后一批部队撤出,撤了两年多才撤完。 主要原因是南越政权觉得自己打过步北越,所以不断要求驻越韩军延迟撤军。 在越南战争期间,韩国军队是美国所有出兵的盟友中战斗力最强的,其表现早已经筋飞昔比。 另外,驻越韩军司令部对韩国军队有独立的指挥权,与美军是相互配合,而不是俯首听命的关系。 因此通常认为,驻越韩军是雇佣军的说法不是很准确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